在介紹下面的一個來賓之前 剛才其實張璇小姐有在現場 張璇覺得說她有表達了一些意見 要我轉達給各位就是說 她希望這個是一個公民發聲的地方 那這些我們這些導演很辛苦 因為我們先要帶領著大家知道說 我們要怎麼樣發出聲音 那她也覺得說把這個舞台留給大家 如果說有一天我們這裡聚集了一萬人 她會出來唱歌給大家聽的 這個我們可以跟大家保證 那接下來我在現場看到林福欽導演 林福欽導演 那個我們併不倒翁的導演 林福欽導演 請到上台鼓掌一下謝謝 謝謝大家 因為沒有準備要上台穿頭鞋 對不起 沒關係 我記得那個3月9號大遊行前幾天 然後荒野保護協會的一個夥伴 邀請我去高雄那一場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不行 3月9號那天有人找我跟他睡 蛤 什麼找你睡 我說柯一正導演找我睡 他說蛤 你要出櫃啦 我說出櫃 我說那個柯一正導演應該也看不上我 我們在夜宿開道 他找我一起睡 所以我就上來台北這一場 然後我兒子前一天問我說你為什麼要去游戲 我說我是為了你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炸彈蓋在那裡 我說跟他相處越久的機率就越高 被炸的越高 那可能不至於照到我 可能你的機率很高 所以我為了你我要去那個游戲 我跟他們阿嬤說 我說你敢有吃過爆米香一定有 你敢有聽過爆人香 我說那個爆了以後 我們就是跟那個爆米花一樣 爆人香 所以為了我們下一代 人家講對環境的不當開發 對環境的不當的使用 我們都說那是在刷預付卡 誰來付 我們的子孫來付 那叫預付卡 我說核四 那是刷王八卡 王八卡就是惡魔的卡 沒有人付得起 所以你去開發環境 不當的開發 只是預付卡而已 雖然利息很高 我們的子孫還付得起 可是核四是王八卡 所以我們現在帶著這個電影 到處去旅行 要散發台灣不倒翁的精神 我希望我們的核四反核 就要不倒翁的精神 我不能站在這裡替我的電影做宣傳 所以我最後一句話 給我們代導演 反核 反核 不能沒有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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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倒翁的導演 林福欽 請您 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